加州街头,你可能看到这样的景观,整个房子变成一个大帐篷。 我们也要做了,这是熏杀白蚁。 要把房子严严实实地给包起来。 这是白蚁公司的生存广告,它告诉你整个过程。 首先要通知煤气公司,他们派专人来把煤气给关上。 结束之后,还需要煤气公司的人来重新启动点燃热水器,暖水器这一系列的煤气设备。 不用担心,这些都是白蚁公司来安排的。 白蚁公司的人来,要把避除窗户,只要是通气的地方全部打开。 要让毒气充沛到房屋的结构里面,渗透到墙壁的木头里面去,窗户也要打开。 煤气被外面的帐篷包裹起来,弥漫在墙壁内外。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所有的食品,包括冰箱里面的冷冻食品,都用双层塑料袋包扎起来,把植物都搬出去。 当然,人和动物必须要离开。 这过程要两天到四天,所以要事先安排好旅广和住处。 最好是通知一下邻居,别让他们的宠物钻到帐篷里。 这些工人干活很利索,这样一个大房子大概两个多小时就能完成包装。 要是要交给他们领头的。 我们的这个包装头,它一直都不许搭帐篷的零工进到房间内。 它帮你把房间锁好。 最关键的一步,就是开启毒气。 毒气的用量是按房屋体积计算的。 用这个小管子送进去,里边有风扇,一直不停地吹。 三天之后,我们从旅馆回来,账房撤完了。 回到家里,最好是打开门窗,给它通风两三天。 然后叫清洁,桌面,地毯,杯子,碗筷这类的,最好全部冲洗一遍。 说一下费用,它是按房间大小计算的。 如果是2000英尺左右的房子, 价格大概是2000美元。 20002000,这样你也比较容易记住。 有朋友可能要问,你怎么知道要清白蚁呢? 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要清白蚁呢? 这个有点长,咱们下期再讲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门窗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门窗户。